大家好,我是Kelly,我是美国弗洛伊达州的房地产经纪 在这里和大家共同分享房地产买卖,房地产管理等一些基本知识 希望大家有问题在这里提出来,我和大家共同解答分享 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8月1日星期一 今天的市场情况,新房源938,938,这么长,降价的多1043 然后判定的更多1069,这是20小时的数据 然后卖掉的809也不少,卖掉的也很多,看到了吗 所以这个数据的话,大家要自己进行分析 我不多说别的,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说法 或者是一致的说法,但是自己看 好嘞,我们去看一下新房源 今天Longbo Kidder有个240万的,还是应该昨天那个 觉得还是应该昨天那个 哦,这个不是,这个它是在Sersault County,Longbo Kid 这好像是个Business 这好像是个Business,我们都会在Waterfront 非常想要讨论,这个非常好的 在这里有个Long,还是这块地 对,还是昨天那块 对,还是昨天那块 然后这儿呢 有两个房源 109万5000 这个豪宅 这个是高层的无敌海景房 看一下 漂亮 无敌海景房了 100多万 大理事台面 台下盆 这个橱柜也是新装修的无敌海景 这不是photographer照的 这只屋里是亮的 对吧 在家没有用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这个是什么东西 小的桌子 无敌海景 OK nice 小气不错 这个是 无敌海景房 能这个钓鱼的地方 好的 这个是100 将近是110万 OK 109万5000块钱 这个面积还挺大的 1400 350块钱 一个月的物业费1000 这个condo 它是第几层楼呢 那第五层楼总共有12层 OK 这个不错费值的推荐 看一下这儿 出了一个新房 好像是为了condo 1000平方英尺 30万7 看一下 这是gulfgate area 好区 看一下这房怎么样 很多树啊 有个这个carport condo 30万condo 有个小院 这个condo也不错啊 这condo有小味 然后它这个游泳池 是caged 有砂窗的游泳池 室内是这样的地毯 这个玻璃这个挺好 屋里应该比较亮 但是 这个地砖是比较老的 但也是地砖 橱櫃是新式样的 也进行到更新 这个台面的话 可以再换一下grannet 地毯 这种地毯属于 比较好一点的地毯 它是一楼 有个小后院 上边 这个上边用着 当床脸 太高了 没人能看得见屋里 这个还行 还下巴 这个还下巴 它这个房是不是 是不是 是wood frame这个 还是不建立 然后这有一个 学区房 山沙当酒 todon to bios condo 看一下 这个是这个 condo 宽院 好像是frame 都用着干干净净 这个20多万 行 知道吗 32万9 二层楼 第二层楼 没有电梯 没有电梯 这个 物业费590 有月 不是flat中 但是我觉得它是frame home wood frame 是wood siding OK 这种房的话 但是物业负责这些结构 You know 47万5 这估计是condo 对 这边都是condo 2006年的房市 7万5 1672平方英尺 三个卧室两个 半卫生间 物业费280 还可以 这个属于tong 楼下是车库 楼上是 这把房顶也不错 还行 40多万 后面 有景 不景 还挺好的 这个小tong 在后面有蓝 这个阳光房 挺好的 47万 物业费也不算太贵 属于condo 它这个 还有longer top 这longer room 这还有一个 就说该有的 什么都有 也挺好的 只不过你要爬楼 它是tonghome 这个挺好 31万这个 31万这儿出了一个房 31万这个房 好像是frame 看到没 这好像是frame home 也都不错 但是它是frame home 不是block 那不是block you know 你看这屋的siding 不是block home 一旦下雨 漏雨 就容易找白衣 you know 这有两个 这个五十几万的 59万五的房 看看 1260平方英尺 condo 物业费 750一个月 这在海边上 所以它比较贵 瓦房顶 然后一楼 所以condo这种 有钱院 喝草不是你的事 大理石台面 台下盘 香力排油烟机 挺好这小房 这小房挺好 多少钱 59万五 1260平方英尺 它在海边 它在海边 牛舰能在 它在这岛子上 OK 它在岛子上 所以这个房就这么贵 这是52万9的房 因为在岛上 两卧室两卫生间 这个便宜 前那段一个朋友说 45万 后来涨到60多万 一个卧室 还是一个卫生间 那是一个 另一个realtor告诉我的 这个就因为在岛上 过这边马路 就是沙滩 这边就是沙滩 所以因为在 它才这么贵 每天吃完饭 就可以逛一圈 去到沙滩上走一圈 捡点贝壳 踏踏浪 台下盆 大理事台面 都进行装修 这个划算了 前一段那个 45万那个是realtor告诉我的 一个卧室 一个卫生间 这是两卧室 两个卫生间 还是一楼 所以这个划算 OK 52万这个划算 52万9这个划算 还有一楼 你可以 像这家 搞一个小小院子 这家种点 种点小葱 种点韭菜 在花盆里 都可以 然后不用打找院子 看看它的物业费多少 它的物业费 650 不贵啊 还行 因为 这个在海边 这种房子 一租就住三四千 五六千的 出租 OK 在这儿的房 OK 这儿呢 出门 这是马路吧 对吧 出门就到沙滩那去了 这就是沙滩入口 这个的入口是多少 Number 12 这可能是Number 去沙滩房的入口 Number多少 这就去沙滩了 OK 所以说 这房便宜 去年 一个realtor的 买了两个 是两位三间的 Condo 买的是八四万 贷款买的 每个月啊 有进入 有Cashflow 有现金流 所以这种房子 值得好 62.9 这个房子 好大 好像是frame home Glob-Sackle 这个房 有用时挺好 它基点比较高 这个是优点 这个房挺好 达不到 Fireplace 然后厨房 直对着雷电弓 这个好 可以和客人直接聊天 这是地址 不太有推荐 都可以撕下来 健身房 这个需要更新 都可以自己改一改 这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动 因为地砖都是好好的 在那 这个就给你省了一大笔钱 然后换下台面 不会也能用 洗衣间 房间都是这个地砖 这个挺好 然后用词 再用词调整 用词挺好 挺好 后边看不见连续都是树 这家进行的 所有的landscaping everything is done Nice OK 这挺好 好像没有物业费高的挺好 这小院子 物业费20块钱 这小区也不错 这小区 这边去的好 都是好小区 这边 加20块钱 还是空的落 你家能停车 来的客人能在这边 停一停车 这家挺好 值得推荐 62万9 不贵 不贵 这个房挺好 这是哪年的房 2290平方英尺 85年的房 这是空的落 弄得奇迹 刚刚我们就挺好 这只的推荐 OK 这有一个38万2 好像是空的 对 92年的房 物业费184 一个月1246平方英尺 两个卧室两个卫生间 大理石台面 台下盆 橱柜 都装修了 这是他开了一块 空 比较 比较open 所以是这样的情况 地砖 一楼 看见了一楼有好处 还有个湖景 这挺好 这方 这方房还挺好 网球场 游泳池 这是一楼 这小房不错 有没有parkort parkort有一个space garage yes 有一个garage 这图为什么看得出来 这个不错的 38万2 面积比较大 然后他这个是 看得出来 他是vlog home starkle 他写starkle就不爱看 有好多物的 也搞成starkle 这也是starkle 不太像是vlog home 不太像 starkle没有 vlog好 vlog 这看的就是 在wood frame上 我还做过我家的starkle 所以这些活我做过 我才明白 我才知道这房 是怎么回事 这个房69万5 看样子也不错 今天出来好多新 比较好的房源 这个是french door 这个房也挺好 游泳池 这个不错 价钱都比较清明 都比较好 给价钱 laundry room 还有这些东西 这什么意思 这还有那个 烧咖啡的地方 laundry room wait a second what is this 这个是什么 air freshenel 这个房间挺好 都是地桌 然后frameless shower door food detail glob 这个是powder room office master bedroom top frameless very nice 花洒 这个挺好 人家装饰弄得漂亮 游泳池的大 而且上面没有乱七八糟的树 这种我比较喜欢 这些东西的话 都可以trim 上面没有任何东西 来危害你家的这个safharn 我挺喜欢这样的 外面有个厨房 you think 看到吗 这房挺好吃 六十多万 直 no 这个sink 可以在这做饭 可以在这 intertain friends barbeque party 还有小的 punch connell 这个房挺好啊 值得推荐这房 六十九万五 这个房可以的 这有个房 八十九万 八十九万五 看一下啥方 就一张照片 这就算了 70年的房 这估计地表大 这地估计比较大 看见面 这地表大 这个 你看看它地多大 在这 这个地多大 1.74米 八十九万 对 八十万 1.74米 后边有这个景 那这个算田意 它是在 i75的东边 在beerage这 OK 这有一个 76万九 这个房 今天房源比较多 这昨天看见 在回不拢灯的 广不拢灯的 没有 昨天没有 这房也挺好 但它这个灰色的房 也不好 灰色不是太好 在合作 嗯 钢琴 地桌 游泳池 厨房 backslash 这个puntry很好 可以放很多的 家用电器锅 或者调盆 这挺好 这房挺好 这个有两个 showerheads 主人都可以 夫妇在这里洗澡 说的够背什么 这也挺好 游泳池不是很大 但是这个 好像比较private 绿色 在这可以barbecue light 这房挺好 也行 七十几万 七十六万九 两千四百八十九 平方英尺 物业费 十三块钱 一年才一百六 所以比较便宜的 物业费 六九九万五 看完呢 看完了 是吧 看完了这个 看完这个 说这个很好 对 十九万九 以后 我使用卫生间的房 看一下 八百零九平方英尺 还是可以的 七四年的房 condo 物业费三百四十四 可以 挺便宜 看一下 比较老 可以改 这个都可以改 可以改 游泳池 想买二十万以下的 朋友们 这也可以关注了 有的人想自助 有的人想拿出来出注 就比银行的利息强多了 但是 一定要 知道你在干什么 买什么样的东西 做好自己的功课 Desirable Village Plaza Rarely Available One By John End Unit Condo 这个好 而且它是在 它是在第二层楼 有没有电梯呢 没有电梯 所以说这个要发楼 19万九 这个房 这个位置不错 在Vibrant 和北尼巴之间在这 OK 这小区 看见吧 在北尼巴 经常过这个路 这也不错 这还有一个好房 三百四百万的房 昨天看完了 这个 OK OK 这个房好 昨天说了 嗯 这个是出注 四十万的房 然后这还有房 这边不是特别好 这个好 六十一万 这个好 这在海边 1176平方英尺 这院 人家二六 这院也挺大的 它在这个位置 离那百万豪宅 非常的近 OK 这海边都是豪宅呀 它就是小点 或者这个 不错 它这个房 因为在海边 在海边 这个房便宜 这就在海边 知道这在海边呢 对 这就在海边 而且是corner lot 是corner lot 22nd street 这个房还真行 这家可能给分出去了 你这么大块 然后就把这份 这家用了这么大的地 这是corner lot 这谁要在海边盖房 这就是百万豪宅 跟他百万豪宅当林就不好 然后你这直接都到海边 这条马路 这就在海边了 你下船在这 能不能下去 下去这 人家能下船吗 看看 这还是个人家 这边 不对啊 这是条路 然后这到最后 这是不是人家 这不是人家 这是一条路 走的 这个房挺好 这个 后来 这个位置多大 0.26 嗯嗯 这个跟海边 隔一条房 隔一个房子 OK 有很大的潜力 这个这个 有很大的潜力 OK 朋友们想住海边的房 就隔一家 这是百万豪宅 OK 你家的房 这边的房都很值钱 我经常在这边走 这边的房都很不错的 嗯 这个是89万921年 你看 他家面积多大呢 1800 你这是60多万 这是90万的房 去年 那也OK 对面 那你这个60 70万 嗯 所以自己做下功课 自己做下功课 这些呢 就是给大家看房 是这么看 有些详细的信息 地点在哪里 你自己也能看 但是不同的 不同的网站 有不同的界面 这个房 我是其他人是 这个 DUplex 他现在买DUplex 我只喜欢是DUplex DUplex 这个这么贵 挺好的 24th Street 这条街也不错 看一下 这条街 24th Street 哦 还是个空门 Lot Right 是不是 No End Unit 就在end unit 多大面积 这多大面积 0.23 这有个DUplex 50几万4 这个区的话呢 还是有点disgusting You know 这个区的话 这条街 不太建议 35万 这条我就不介绍了 这边的房 不是干嘛 41万 这有个房 41万 这个是Villa 41万 1360 多听话 2KG 挺好 干干净净啊 挺好的啊 试试一下 都装修了 Volted City 好 台下盘 大理事台面 这个窗户是旧的 可以改一改 更换一下 行 就这么低吧 我们看一下 攀顶的 攀顶的 攀顶的房 OK 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 攀顶的房 这个300多万的 攀顶 OK 几天 5天 两天攀顶 海边的房跟你讲 就是一个这儿强 因为它不总 Available You know 这么房 300万的吗 340万的房 两天被拿走了 来 这个就在海 海边吗 340万的房 因为它 不是 这么好的地点的房 不是Anytime Available You know 不太有特点的房 不整个Available 你知道 随取房60多万2 16天判定 看对它几天判定 这是随住房 这个几天判定 6天 3天判定 87天判定 这个房 多少天判定 32万3 4天判定 猜猜猜猜猜的 这个离这个学校都挺近的 这边区域好 这个看多少天 275 有这个 这多少天判定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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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判定的好像是物业贵 376 不贵 一个卧室一个卫生间 因为这个 不太要 一个用途太少了 家里的空间比较小 75万 几天判定 40天 两天判定 这房好OK 这房 这房超量 2天判定 45万这房 几天判定 No Builder的不快 都是Builder的不快 它们固定的价钱 没法想象 这几天 3天7天 还行 这房 99万5这个 昨天看完了 7多天判定 这怎么报 35万几天判定 6天 4天判定 这房跟大家极力推荐了 这房 4天判定 这跟大家极力推荐了 便宜35万 跟大家推荐了 114万多少天判定 6天 20天 26万的房 几天判定 6天 38 这房不好看 这边Lidl P 30几万就太便宜了 0天判定 16天判定 OK 还有什么房 这儿还有一个189万的这个 2天判定 哎呦我怎么猜的 因为我前几天看到这房 我和大家推荐这房的 我还记住天数了 感谢主 一定要这么猜 哪个房你知道 然后你考一考你自己 那房应该出多少钱 82万9这几天 这好像超过30天 因为我没看见这房 我没记住这房 再看一下卖的吧 好吧 卖的 sold 今天周一房源比较多 咱们比较多说 然后我就加快速度 再这个 这个卖掉 零天卖掉135万 看见了吗 135万 昨天说140万拿下 好像现金 看一下是现金吗 完全没有了 135万140万买的 OK 就在海淀上的房 看见了吗 140万买的对吧 135万 等等 140万零天判定 OK 这样的好房 就是被抢 这样的好房一定被抢 因为地点好 房子高档 看见了吗 房子特别高档 近这里 然后装修的非常好 好法装修 对吧 好房就是好房 就能被抢 140万 对人家来说 不算个事 人家买好房 哎 这个是pentry 哦 在这儿学习的地方 也有pentry 不用那种bookcase 不用那种书架 在这儿是office right 然后这都是travel team 在卫生间 他都用的travel team 这种好食材 看见了 在空院的这个 这个是大理石台面 台下盆 水的这个龙头 这家人家 估计是欧洲人 他坐这种龙头 不在这儿 而是在上面 进行的豪华装修 因为这种水龙头 我目前为止 在home depot没看见的 有这样的 他进行了这种 你知道 但是这个要坏了 或者漏水 麻烦了 你就从里头套吧 把那个墙给它扑开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这家装修的好 所以卖的贵 ok 好嘞 再说下一个房 这个呢 670万的房 多少天半顶 好像我看了好几天了 10天半顶 40天 这房贵了 800万的房 登的795万来 多少钱卖了 600多万 670万 因为贵了 给它降价了40天 所以一定会降价的 他40天了都卖不出去 所以就 真的价钱太高 然后给它减了多少万 795万 减去670 给它减了120万 减价120万 拿到这个 无敌海景房 ok 无敌海景 这房也太贵了 这房也太贵了 所以说刚才那个 便宜一下 0天就拿下了 等着价钱对 0天就拿下 看见了吗 这个内房有啥区别 这房大吧 5100多平方英词 因为这房大 所以说这个呢 是这个价钱啊 好嘞 94万7的 看一下这个价位 几天判定 55天 37万的房 多少天判定 5天 2天判定 价钱对的判定的就快 ok 这个呢23万9这个 几天判定 4天 27天 3天房好像是 这个房 50万3 几天判定 4天 6天 靠在服务 被抢走了 这个呢28万6这个 几天判定 3天 No 36天 然后呢 再看这个 58万这几天判定 10天判定 0天判定 我这跟大家介绍了 55万9这个 我记得很清楚 干干净净这师妹 看 对 跟大家介绍这房 我说几天推荐这房 好去好房 0天判定 Golf Gates 2万4两位神仅 39万9这个房 多少天 多少天判定 30天 15天 没看见那房前几天 没记住的 看见了吧 行不 9285这个房 几天判定 14天 15天 6天 哎呦 猜对了6天 因为这房还行 价钱啊便宜 这个猜准了 还行啊 我就锻炼我的这个判断价钱的能力 你们要这么锻炼 判断这价钱应该多少钱 你判断的越准 你将来自己出价 就出的越好 OK 你们看房都已经有了价钱了 在那上 我看的是sold prices 所以跟着我一起看视频 就对这些房进行一种估价 进行一种你自己判断 OK 这房是corner log 6天判定 98万卖 asking price 然后92万5 减了6万块钱 减了5万5 是不是现金看一下 现金买走了 6天被抢走了 是这样的上car garage 这房肯定抢啊 干净利所钱点的数 没有乱七八糟的 这样的好 有那种大树你要砍的 否则把你的脚尾给拱起来了 然后就有crack 好了 今天就说这么多 希望大家喜欢点赞订阅 转发评论 Good night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点赞订阅 转发评论 下次再见